喜 怒 愛 樂 安安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魏如芸 哈囉 沒有情緒 不是啦 因為這首歌呢它比較 輕快然後非常快樂的 它其實在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 就是愛 愛這件事情 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傳遞 也就是用說的 用聲音傳遞 就可以感受到愛 在演唱的時候 我想要傳達的是一種 比較貼近人心的感覺 然後我的聲音啊 我的共鳴啊 都會比較提高一點 然後我在提高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 耳朵裡面可以接收到這個訊息 是比較容易的跟比較快速的 讓你知道在你接受愛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快樂的 有耶 我常常譬如說 我看了一本書 或是我覺得我在看這兩個人在對談的時候 我可能在他們當中 秀到一些很奇妙的對話 對話中有對話的那種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唉人啊 就是怎麼樣 怎樣怎麼樣 怎麼樣 我覺得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我是一個歌手 我只覺得我就是一個電視上的人 然後真的發了第一張專輯之後 我才有自稱自己是一個歌手 但我是歌手的時候 我覺得該做好 關於歌手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嘗試了很多種身份 比如說我去演戲 我演的電影 演的電視劇 還有舞台的劇 很不一樣的 演戲的角色 最近有人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我好像中間是不是有迷思啊 還是怎麼樣 是沒錯啊 可是最迷思的時候已經過了啦 就是因為 當你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把自己拉回來 而且迷路是必須的 我在演舞台劇的時候 因為我演一個盲女 在就是一個全盲的狀態 我只能靠我的耳朵去感受 還有我的嗅覺去感覺到 這個人在哪裡 因為這樣比較真實 然後我只記得 每一次當我要從樓梯上走下來的那一刻 我前面是天使 天使在彈一些 什麼什麼 天使在我六歲那一年的時候 Virava的時候 那一刻我的感動度 會升到最高點 我就剛好走出去 在空蕩的廣場 那一刻 我聽到我自己的聲音 很乾淨 很透明 而且很巨大的 在這個空間裡面 充滿的時候 最感動 大吃大喝 或是 就是有些 酒精的消遣 哈哈哈哈 對 對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要跟朋友喝酒 然後你得先確定 有沒有人會送你回家 如果你酒量很差的話 酒品也很差的話 然後還有跟誰喝很重要 對 有時候 喝醉的 讓你喝醉的並不是酒杯 而是那個開心的程度 反正就是出了一本自己的第一本書 叫小事小事 然後 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 讓我 就圓了一個小小的夢想 從小到大這樣子 我希望可以開一個攝影展 因為我平常很喜歡拿底片像去拍照 很喜歡拍照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透過照片來講一些故事 或是某一個主題之類的 謝謝一直在等著我聲音的人 然後謝謝一直喜歡我沒有放棄我的人 然後還有謝謝剛認識我的新朋友們 對 然後 接下來要很長一段路 所以我們還有很長的一個帳要打喔 所以大家要完結 努力 勇結一心 然後如果想要知道我之後所有的動向 我在我的粉專 我的臉書粉專上面都會有一個網址隨時更新我的動向 好